落枕的一个特效针 那么落枕特效针我们已经讲了几个了 已经讲了几个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个什么 在脚上的 在腿上的小腿上的足三重 足三重这个穴位功效非常强 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落枕 尤其是肩颈穴 我们看肩膀上 肩颈穴这块的疼痛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肩颈穴是什么 足少阳于阳为之交 足少阳于阳为之交 而我们的三重就在少阳阳明之间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足这个阳为脉 我们可以复习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阳为脉 它从金门穴 起于膀胱经 但是向上走的时候呢 走的是胆经 胆经 顺着胆经的路线往上走 所以呢 我在考虑足三重的时候 这一段其实我们想象足三重也就在阳为脉之上 所以说考虑足三重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阳为脉的一个功效 刘毅老师呢 就说了 足三重所致的一种肩上之痛 主要是要致什么呢 是一种特殊特点 有什么 脾须有余之肩上之痛 就是有些人 爱脾须有余 脾主四肢 肩膀这块什么 那种酸胀 酸疼 这种脾须有余的肩上之痛 有这种沉有重之感 脾须的